那么刚刚我们给珊珊呢 也聊了这么多 就说我还是发现 珊珊其实对着男生这块还是蛮懂的 要不是你有男朋友的话 我都已经开始追你了 是哦 对 你是谁都喜欢 我 你没有这样 怎么又讨论到我这里来了 那么现在呢 要给大家聊一下 最男生 我们做一些什么样的行为呢 才会让女生觉得浪漫 那么浪哥先教大家三个点 第一个呢 就说在网上就远距离的浪漫 之前呢 我们有讲过大家 就看星星这种梗 这个梗 这梗实在是老到不行 你们还在用吗 如果大家不知道的话 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浪迹教育 回复看星星 就学会这梗 这梗好老啊 看星星的梗 还有这个 还有Miss You的梗 什么Miss You的梗 倒过来看嘛 是吧 老司机啊 你难怪给你用过 嗯 他不敢这样对我用 会被我骂 所以说你难怪其实也应该还蛮会 很厉害 对 是吧 好 方方便宜 听说他不是三米中啊 你怎么知道 你认识吗 哎呀 我们说这么多了 好 那么除了这个我们的这个网区 那个远距离呢 其实现实生活中呢 浪哥再交代一招 什么 你可以找你的女朋友借书 或者说找女朋友借她的东西 然后呢 然后呢 他不是要写日记啊 或者是书上也会字吗 你就在我 我爱你 三个地方圈出来 那你用过这招吗 我没有用过这招 这招呢 是听我们著名导演脚子哥叫我的招 哇 脚子哥好厉害 好 那么除了这个以上的呢 其实呢 我还要讲两个大家 两个套路 什么套路 对你自己喜欢的女人使用 嗯 那么第一个呢 叫出其不义 什么叫出其不义 刚才你分享到 就是你没有预料到 他会送这个东西 嗯 他突然送给你 那么出其之一 出其不义 他最好的是什么呢 你有一个好的记忆力 好记忆力 什么好的记忆力呢 你得记住 每个女人都喜欢什么样的东西 你们认识的日子 纪念日 对 第一次在一起的日子 他的生日 对吧 西方情人节 中国情人节 白色情人节 对 你得记住这些日子 在这种日子 来用一些出其不义 对吧 的招数 对 哇 那么第二个呢 叫什么呢 叫这个情绪波动大 这个听起来好高端的样子 对 比如说很简单 就说他 你第二天你本来 他说要不要来找我一起吃早饭 或者说要来一起吃个午餐 或者说晚上来接我下班 怎么样 对不对 那么你呢可以做什么呢 干嘛 就他跟你说你来不来 或者还在哪儿的时候 你说我这个没在 我今天要不算了 对吧 他会很生气 对吧 他妈都约好了 对吧 结果呢下楼 我看着你拿着99种玫瑰 站在楼下 那还可以 对 出其不义 还是OK的 这个套路是可以的 介绍还不错 对啊 比如说早餐呢 他本来说我们早上一起上班 对吧 那么可能他可以打电话 他还在睡觉的时候 对吧 他可以打电话说 今天要不要坐在他 你说今天不行 我要睡懒觉 嗯 结果呢他打开他卧室的门 你已经把早餐给他 坐在了房间 你会干这样的事情吗 我当然不会干这样的事情 我说的是浪漫男孩 他们喜欢做这样的东西 那么以上就是三个 我们的这样套路 那么我想问一下杉杉 其实呢 刚刚你也说得很好 就是你能想到最浪漫的事 就是和他慢慢变老 慢慢变老 其实呢我们说的这么说 套路呢 终归是套路 但是真正的浪漫什么呢 就是用心对一个男孩 发心思 这个才是浪漫的绝招 嗯 就说只要你用心呢 你每天你去想 怎么让你的女人快乐 怎么让你的女人幸福 其实呢 你就是一个浪漫的男人 如果兄弟 你有更多的情感问题呢 可以加浪哥的私人微信号 PUAMP215 浪哥跟你一对一答疑解决